我打電話給他叫救援 哎小哥不能在這兒找帳篷 不微信了 難道你不知道海邊會漲潮嗎 快把帳篷摸索 還是一會就上來了 誰想撞了 教學生有個人什麼 哎我還在這呢 他怎麼上那去了 那你游過來的啊 你瘋了 漲潮是教室裡的暗流被深空 會把他卷進去的 那怎麼辦啊 我打電話給他叫救援 哎小心點 哎 不會接他吧 哎 哎果貝 你看看照片給我看看 好的 抓抓 你這不是畫素 是不是洗手車了 水母 那趕緊用清水沖一沖啊 不能用清水 讓海水澄清 還要趕緊把皮膚表面的氣球取出來 一隻水母玩也能有他 是體大作 一旦運氣不好 遇到遠足水母 你之後我身體能讓人說個智慎呢 我多好運啊 寶貝你別嚇我呀 我給自動備車了幹怎麼辦 你們等我一下 怎麼能幫他把帳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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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人有問題 什麼意思啊 他剛才查手機時 我看到搜索記錄裡有本籍的 場戲是個表 你是說他知道掌篷的事情 沒錯 甚至能謹慎到幾點 好 是那個男人的手機相片 你沒有這片礁石 昨天掌潮後的照片 也就是書 他昨天勘察過地形 知道掌潮時 這本礁石會被淹幕 但他還是故意把帳篷 扎在了海邊 故意誘導他女朋友 去礁石上拍照 你說 他這是想幹什麼呢 難道他是想 我還在那兒呢 那你游過來吧 你瘋了 掌潮時礁石裡的暗瘤 不怕准去呢 我剛才要了那個女孩的 連線方式 已經把他推測發給他了 可惜沒有確切的證據 但願他自己的證據證據 這件事告訴我們呀 不要來這種 偏僻的海邊玩 太危險了 是啊 危險的不只有大海 還有人心 檢查到了 你們拍號多少 麻煩了 我自己拿就行 哦哦稍等 看你有點眼熟啊 是 叫小雨是吧 哎呀 視頻上見過你啊 你住這兒啊 謝謝啊 麻煩給個好評 見過你 住這兒啊 八樓啊 還是十號 喂是送錯了嗎 這不是我的 我已經找混了 你的在這兒呢 要不我給你送上去換過來吧 不用了 我馬上下去 十樓的身份呢 原來住這趟 視頻上不是說你單身嗎 怎麼這兒寫個語先生 故意的 沒有謝謝 讓人以為有男的在家 居然跟著上來了 剛才樓道裡沒有別人 坐電梯的指定是他 看來他猜到了我就是了 來誰嘛 我跟你們說 你們猜我今天碰到誰了 等會兒他來了 我給你們看看他們 現在上去不安全 你不能讓他知道我的真實 楠楠 我沒帶鑰匙 開一下 你過來 過了他真住巴巴的 姐妹們 咱們樓裡近人了 待會兒 快看 那就是騷擾小姐的人 快拍他 來來來來 不是我沒有 這是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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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好光啊 身體還帶魔鏡 給你做了雙眼皮 還蒙上殺破了 手就失敗了吧 不至於吧 誰家雙眼皮手術只做一隻眼 那他大概是做了什麼缺德事 被人打了吧 張口就來 你問一句嗎 搞不好是真的 我跟你說 我早晨上班 會把我打好幾次 每天都打著哈欠 一來睡著什麼樣子 他一身間酒過 可能天天晚上跑吧 你怎麼知道他跑吧的 你想著上面發照片的人 眼神無意是看向右手 那個朋友是你自己吧 等等 為什麼你自己用社交軟件 就正常社交 你都不瞭解人家 為什麼要隨便給人家下定液啊 他平時穿的就 哎我吃了個大瓜 這不是用業績定 你們知道事情嗎 兩年 他們用業績不錯 因為人家 這都是他背後的精油 來給他喜悅 不會吧 真的假的 真的嗎 我本以為我業績好 是因為我努力 原來是背後有人幫我呀 但他怎麼這麼低調 幫了忙也不告訴我 你快告訴我是誰 我好去謝謝他呀 我更加強勵 我其實沒有 你說阿 你這麼多 我好去 你怎麼這麼多 我這麼多 你這麼多 我應該都不跟你說 那我 我可以 你怎麼這麼多 我呢 你怎麼這麼多 大不了的 这上面又没写我的真实姓名 名字是假的 但电话跟地址是真的就可以 把每封信件上的号码都拨打一页 如果对方是男的 喂 谁啊 不好意思 打错了 直接挂掉 如果是女人 喂 您好 您好 您的快递 麻烦下楼去一下 随便给你个快递 什么呀 谁记得 我也不知道 你的具体住址已经包了 六 七 八 那就算知道了我的电话和地址 我不给他开门 他总不能硬闯 硬闯 我刚才已经让你开门了呀 您好 您的快递 麻烦下楼去一下 只要你成了我的目标 我有的是方法 能让你开门 把危险 再恶杀才是最好的次救 喂 您好 您好 您的快递 麻烦下楼去一下 你把我挡住了 不会挡一下吗 真是 挡住 原来他选择性的把包放在楼梯中央 是为了故意迫使路人跨过 同时使用智能手表 抛送包内的手机设计 后派身穿短裙的过滤意识 没有 你帮我包包干嘛 哎 多管闲事了吧 现在天也不算热了 他还穿这么少 就说明愿意让我看 不让我看就别漏啊 姑娘等一下 你这不就裹得严严实实的 说明不想被人看吗 哎呦 还想看我 不想打人 来脸在这给你打呀 打了打了打呀 你姐姐啊 人家既然提出这种要求 说明人家愿意让人打 你得满足人家呀 就是他刚才在这拍我 快抓住了把这只拿回来 你说了叫做 哎大哥我怎么错了 你管死你了 可以啊姑娘 哎说你呢在这干什么呢 怎么了 因为我管不着你是吧 是不是在偷拍我们小区 住户家里呢 说什么呢 我无人机路过这坏了 正收回来了 路过 刚才没少在这飞吧 有无人机偷拍 这小挺聪明 这栋楼前没有别的楼 有些住户就不喜欢拉窗帘 确实挺适合偷拍 看就在那 什么说我偷拍 你有证据吗你 别急呀 证据你不都拍下来了吗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是女的说话 就不由负责任 哎行了行了走吧 真奇妙 你怎么回事 我都看过了 他从起飞开始录像 整个视频里 确实没有偷回人家里的画面 我亲眼看见 他在六楼那一层 一直宣停着 很明显就在偷拍啊 那就更不可能 六楼的房子空着 没有人住在那里 什么 空房子 他为什么要去拍一间空房子 难道真的是 这么不像六楼 有些住户就不喜欢拉窗帘 确实挺适合偷拍 不 他确实是过来偷拍的 但他为什么要在全市树枝的地方降落呢 原来是这样 他有线在无人机下方悬挂了另一个摄像头 所以他看似全停在六楼 实际上拍的是四楼 而且这样来 无人机的噪音也会引起偷拍流进 有点想法 拨管闲事刚才没拍好 能再拍一次 您好您刚才 这下拍就这么多了吧 搞定了笑语 喂 二宝贝今晚我那个谁不在家 你要不要过来 到底是被我抓到了 他果然有问题 嘘 距离这么远 淳于不能保证全部正确 要是弄错了 可别赖我 我今天必须要找到他打电话的这个人 不开心是吧 那我给你讲个笑话 什么 他还要给他讲笑话 这可是我的亲身情 他还要给他讲笑话 今天早上 哈哈 路过天桥的时候 哈哈哈哈 我看到了一口 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不 哈哈 他怎么笑起来没完了 哎 萌萌 我真的没想到啊 哎 好了别停 说你开心的事 呃 我给你讲个笑话 我会让你开心 今天早晨 过天桥的时候 有一头猪在 在 哈哈 找不下去了 你 怎么 怎么你们听过 唉 毕竟平常在家的就我一个人 你是对面刚搬过来的吗 哈 我搬过来一周了呀 哦 怎么了小羽 那是你室友吗 奇怪 我都搬来一周了 他怎么像是才知道的 你们还没见过面啊 我没见过他 但他应该见过我的 因为有次他回来的时候 我在客厅睡着了 所以他肯定是知道我住着 还有 在洗手间 我也和他说过话 我以为没人 不过当时他既不回应也不露面 挺古怪的 而且这姑娘也挺不注意卫生的 总是把洗手间弄得又脏 味道又大 不会吧 看着挺漂亮的一姐姐 你这姑娘怎么这样啊 你过来跟我说清楚 你凭什么说出我弄的 为什么污蔑我 你哪直接探出我弄的 这我就咱俩 不是你是谁 我这个时候这么久没回来 你别先回也打得好好行不行 什么 你没回来过 你还在给我抓住他 赶紧跟我说清楚 他是个omasiu 是 Got him 我靠 是不是那个死变态吗 之前就是这个死变态 一直跟店我 所以我才一直没回家 原来是这样 那就好吧 然后再回家了 паль也会ла вже不用一个 oversee 我现在在这里 哈哈哈哈 哎 臭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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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上来之前 让我们俩先玩会 嘿丽丝 声闻认证成 对人您好 微信正可将模式已上线 请问是否需要开机 收到正在开机智能管车模式 没有醉 才喝了几瓶而已 监测到的人 才应该就这样 就是有点疼晕 怎么这么冷 Lisa 发明空调 抱歉 拒绝执行指令 什么情况 监测到您正处于酒后状态 禁止使用语音指令 可是我现在有点冷啊 抱歉 Lisa认为当前温度符合人体最诚意的 我先说话呢 家里有别人啊 是我家的语音助手 现在都听不懂人话了 你终止通话 喂 监测到您酒后 使用感力激增 为保护您的隐私 禁止使用通信 我 你是什么人工智能 人工记账吧 监测到攻击性情绪 开始为您播放舒缓一眼 你还来劲呢是吧 网友灵机失败 怎么挂断了 事发生什么事 我把语音助手的网给断 看他能怎么办 被迫开通灵笔互助功能 以破解灵机的无限局力 什么 网友灵机成了 造反了造反了 真的造反了 天色的Lisa可能正被盗窃 安防系统协定 能以锁定 Lisa你快把门打开 抱歉 为确保您和Lisa的安全 禁止而出 就在家中那里 我信你了大头鬼 什么老子 射大头鬼 那你不好 不成熟 他怎么能有这个权心 让人工智能 这些人工智能 小女徒啊 装什么反弹 小律姐 你好像没人跟踪了 看到了 四点钟方向 还有一个呢 哦 还真是 那你怎么办 反正不能引到家里来 我去隔壁大楼人多的地方 看能不能在那甩到他们 那你先小心点啊 电梯上去 你这份不好 一个平行监视 另一个准备尾随 他们一前一后相互侧应 很难同事摆脱 每一个人 麻烦借过一下 谢谢 麻烦借过一下 谢谢 他这是在故意拉开距离 想等我先走在前面 可惜啊 谁说我要下 天梯上 你这份不好 甩掉一个简单的 还剩一个最难缠的 八楼到了 A4 您好 请问上面这个地址 是在这个楼的十一层吗 这上面不是写着 一号楼A座 我们这是四号楼B座 这是四号楼 我还 干嘛 有病是吧 关你什么事 人人罗嗦 我这 放开我 小姐 他谁啊 我就是你男朋友吧 他也配 早就不是了 放开我 哼 好 哎小姐 算了 你又打不过他 真爷们不争一时常 都瞧不起我 都瞧不起我 哎 得让他振作起来 其实 虽然他比你高比你壮 但是想打败他 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想一小博大 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找到使用身体的方法 感受潜能的爆发 放弃吧 罗雷啊 现在后悔 他来得及 力量速度忍耐力 变高变快变强 少油少盐少碳水 不是 放下过去放下恐惧 记住 你只需要战胜过绝的自己 如果连战起来的勇气都会 那你 我 我 我 没办啊 从哪里跌倒 就是哪里爬起来 我一定要变强 小变强不仅是身体的强壮 更重要的还是内心的强大 增强体育训练技巧 不是为了去比较高下 而是为了在体验过程中 让你渐渐找个积息 先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拥有了自信 才能身体能处心里放得下 算了他不值得 你总算放下了 恭喜你战胜了过去的局势 找到了真正值得的人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小语姐上车 光点走个旌旗而已 不用这么高调 换辆车吧 啊你们来了 舅妈新年快乐 舅妈新年快乐 小语你来的正好 看看谁来串门了 我有点不想的预感 冷静 这种年关每年都要经历一次 给大哥表演一下 看你能从这儿分析出来 嗯 这是我老婆你嫂子 嫂子的头发好像有点 毛躁枯黄还有白头发 貂皮大意十万多 真受不了了 这都没注意到 那个我自己穿放锁了 他一人下楼不安全 舅妈我们先走了 哎你们两个去哪去啊 小李啊你稍等 我去把他俩叫过来 小语你今天表现咋这么差 难道初次见面就要告诉他 头上有点绿帽子吗 啥 慧琳顿是新西兰的俗 慧琳顿是新西兰的俗 现在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情绪 他喜欢的标语大意 除非他根本没出过 糟了刚才没挂电话 我去我间里拿到所有 我都在我的电脑 哎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那个我把你电脑弄开了 对不起啊还你电脑 对不起啊我还有些事 那个有机会再陪你啊 嗯不对啊 这电脑不是我 刚才那个女生后的电脑一样 他一定是拿错了 可是我该去哪找他呢 哎救救我 救救我快点 救救我 你没事吧 救我你快点 不怕救人要紧 原来他们在玩游戏 不好意思啊 哎你们这个公开室 我知道 他也是这种 与这些员工一样 刚才的女生 也佩戴了这种统一的工作证件 说明他们都来自这一层的统一讲词 这样就好办了 看来他也会来这个洗手间 就在这里等他出息 嗯 是他的衣服 终于等到了 姑娘 刚才咱们电脑好像拿错了 呃是你啊 呃来你 那个我也是刚发现这电脑错了 你走吧 我怎么能走呢 我可是专门为你而来 我从头检查过了 没有发现情 昨天我受到这家公司的求助 他们怀疑受到了窃 可检查会议室后发现 没有监听装置 但直到我在这呆了一会儿后才明白 并不是只有会议室才能泄露机密 其实 还有女洗手间 这个隐私于八卦横飞的情报交换中心 而你就是那个窃听 出手间里拿到所有人都都有电脑点 好了没 出来跟我走一趟吧 这一趟 这一趟 我还有事儿 走 这门怎么退不开呀 这次可真不管我的事儿 上个月那件事儿 你还记得吗 啊什么事儿啊 你光线心腿 起初 所有人都在关注这场灾难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启动核无燃水败败 他们有病吧 我家来的海边呢 我们总是容易轰轰烈烈的开始 就像之前一次次被激怒时那样 再也不买他家 你看啊 这个顶头主播太疼了 又习惯于悄无声息的接触 就像后来一次次被淡忘了 那年是什么事儿在这儿 哪一年呢 自然与人类的功 砸下天文树 试图遮蔽我们的眼睛 封锁我们的声音 而他们也确实成功了 不过起作用不是那可笑的七百 而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自己 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能干什么呢 哎呀无所谓 反正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嘛 在无声的叹息中 我听见海的悲鸣 我真的很无能为力 大家现在的生活 不是还没受什么影响吗 谁在乎呢 这家小囑债货 Stephen 这个小囑债货 我 öfför 我 静 持续关注 不要干了 就是我们普通人 最好的反战 他不想咱们火 咱们也别让他吼火 你还记得上个月的 河飞水是什么 是河污水 我们的记忆力 是如此之差 小学 语文课文 真没差意 我们忘记了 最先读到的是什么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们忘记了最开始 读书是为什么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他初学的语文课文 对现在来说 其实没什么报道 借不住肯定 挺没用的 因为我现在生活用不到它 对我有用的信息 我会记得时间长一点 死地应备 我们忘了太多 不该忘的东西 四百二十一篇 六十六首古诗 近两千幅 我们的记忆力 是如此之差 但该记住的东西 我们永远不忘 不论图 羊鹏 真多鸟了 第一天跟我的脑云 十一二岁的少年 像带银圈 手捏一笔钢叉 我们还记得 那些快乐的荣 烦恼的 幸福的人 可怜的人 遥远的人 可笑的人 聪明的人 愚蠢的人 穷困的人 善良的人 奉献的人 可敬人 真实的人 勇敢的人 无私的人 伟大的人 仇放尽 最可爱的 再见啊 最坚强不知的人 勇敢的人 他张开双臂 像坑身的呼吸 为了别人 他的死 是比泰山害人 毕业分手的时候 一本同学录 留下全班 每个人的笔记 语气和姿势 以及那些 中在校园里 永远长不大的记忆 那些留在岁月里 永远忘不掉的纯真 当看到他有麻烦的时候 我保持沉默 穿短裙的人不是我 我只是个旁观者 当看到他有麻烦的时候 我选择冷漠 无能为力的人是我 我只是个旁观者 当他要找我麻烦的时候 我 好像已经没人能帮我了 人人都是我 都是我的 旁观者 我选择沉默 是因为有人抢先 做出了想法 陌生的热心 会为陌生的无助涂水 愤怒的咆哮 将为愤怒的不平暴发 每一次的旁观者 可能就是下一次的经历局 每一次的沉默 可能就是下一次受到的冷恋 不必每次都有我 因为人人都是我 我们都是 站出来的好安安者 你们宿舍怎么回事 都快毕业了怎么还去 老师 我们宿舍昨晚被偷了 今早我起床后 发现宿舍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地上都是脚印 轩轩 醒醒 快点让你们赶紧起来 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怎么会进小偷 我们吃 老师 我们宿舍地暖太热了 昨晚开始窗户水的 小偷可能是从窗户爬起来的 地暖太热 难道不是因为在宿舍吃火锅 怕味道太大被发现 所以开中通通散味 这是 难道 这人还拧了迷香 怪不到昨晚睡那么沉 哪能想到都没听见 你们都丢什么东西了 轩轩的卷刷棒 小美的包 我丢的最多 一整衣柜就剩两件衣服了 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丢东西了 情况我了解了 你们先不要耽误上课 好的小玉老师 小偷在五宿舍 昨晚是我值班 不可能有人从外部进入宿舍 所以小偷就在你们四人当中 可是小玉老师 你为什么不怀疑我啊 小偷只需要假装丢失少量东西 摆脱嫌疑就行 东西太多不容易转移 而你丢的东西最多 不对了 如果小偷在我们四个人当中 那他也会被民伤晕倒啊 那只是他故意用来误导 你们的普通乡而已 让你们以为小偷是外人 这个心里相信小美的 嗯 他在离得近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家 不过昨天刚回来怎么又走了 昨天刚回来 路面积雪严重 可心里像轮子却干干净净 难道 小玉老师 宿舍不安全 我想回家住几天 宿舍不安全 是因为谁 老师 你什么意思啊 让他们失去意识的不是想 而是你带回来的饮料 这是我自家带来的果汁 一个朝照 你把提前放了安排药的果汁 让他们喝下 又点燃香 伪装成结是因为香迷运的假象 再故意留下来是紫鞋的脚鱼 但却都集中在地面上 如果小偷真的是搬出起来的 窗户上怎么可能没有脚鱼 室外积雪严重 如果你真的把香的拖回了家 蚊子也不会这么干净 心里香只不过是你用来转移东西的工具罢了 从头到尾 他都不需要离开这种宿舍了 我俩身材差不多 他经常跟我借衣服 你里面的衣服 不会是香香的吧 我不想知道你把东西都藏在着 赶快把东西都滑回去 能不能顺利 你说了算 听说了吗 主治医生是人工智能 对 太先生 大夫 快给我们家洗碗 现在都是人工智能诊断了 把水放上去 正在诊断 确诊为普通感冒 不用感冒颗粒 这怕玩意不动人的吧 我说明明说这种情况得出院呀 讲人工智能诊断呢 就因为他不会出错 孩子呢就普通小感冒 不行 你们这是拿我们家子 还得生命健康当儿戏呀 我告诉你们 你今天要是不做健康出病来 我叫你偷偷你们 检测到您精神异常 内分泌失调 可能是更年期的预障 必须尽快接受 一对一一生治疗 瑞萨不明白 没病的人 为什么非要接受治疗 好好理老板 合同你这么定了 一会儿找您啊 检测到您身上有多处外伤 保险期间 必须住院后进一步鉴定 哎呀 进入这点小磕破 一会儿开小指头药 一会儿还去谈笑吗呢 瑞萨已为您办理 入院手续 请尽快继续治疗 哎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我待会儿工作很重要 耽误着你陪啊 已将定义发送给了 您所在的单位 为您争取假期 您可以安心住院 什么 给我保留 老板也不影响工作吗 现在 哎 老板 你以后都不用来了 瑞萨不明白 有病的人 为什么继续接受治疗 对不 没事 干嘛 您哪里不舒服啊 检测到您病期有失眠 对 雕三病后 对对 鲜嫩气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这些都是院外期的正常性 啊 院外期 莉莎 这不对吧 就是啊 我老婆都走那么多点 解态度过大 去立即进行偷妇传手术 不对啊 莉莎 这错了 哦 我知道了 我刚才查队了 这是那个念不诊了 患者就不接受治疗 必须强制治疗 人让阿姨 你们干嘛 就是啊 你相信会死吧 我们不会 乱了 乱了 全乱了 这是那个孕妇的诊断结果 你搞错了 莉莎一直按照排队顺序诊断 不会出错 你是因为有人插队 插队你懂不懂 就是打乱顺序先几后人 抱歉 莉莎不认为这种复合成立的行为会存在 反而是小雨一直在扰乱医疗之心 莉莎提出一次 什么 我是人 你是机器 要警告医师 我警告你 总之的无情绪机定 不适合继续协度问诊 你受到的精神 不适合 莉莎你不说什么 莉莎 你快叫我要莉莎 莉莎 莉莎你快叫我要莉莎 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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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来没了人工智能 人类的生活真的会一捆草 你们抓错人了 快把我们放开 我们是冤枉的 我们才是受害者 把我们放开 是吗 那你们受到什么伤害 就是他 就是这个外国人 八点六号和九号 就是他 帮那两个人 闯进我们的城市 毁了我们的家人 烧了我们的房子 害死了我们 那么多的家人 脸子给我吞瘦 你不感到内疚吗 他有点道歉 no way 他有道歉 I don't know this You should know this 他叫什么态度 他为什么要感到内疚 我忽悚哨大家 你是不是忘了 是谁先挑起了这场货 你们总把自己包装成战争的兽牌 却不反昔自己的美类罪行 原子弹能毁灭你们的城市 但它的威力 远不及你们残杀无故事 归我的眼 这部记载的三十万冤火 和几千万亡灵血阵 深深烙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永远都不会忘记 怎么会有面镜子 被吓到了吧 是我故意放在那的 我之前看见了你 有坏人尾中买卖员 躲在门一边通行女生 从往也根本发现不了 我担心这种事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在对面放了镜子 出门前 先观察四周情况 确定没人再出去 这个方法听起来 确实还挺有用的 走了 拜拜 拜拜 看来设想成真了 他一定正从猫眼里坚持着我 我刚才都是我猜想 现实中应该很难实现 如果真的遇到了坏人 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行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老实点 别动 之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让我跟另一位同学 一起办了张银行卡保存班费 为了防止被其中一个乱花 我们每人设定密码三位数 但他却在填后三位时 偷偷把密码全部盖了 说好了 然后就由他保管银行卡式 悄悄花掉了里面的钱 就这样持续到毕业 他甚至企图要在最后一次 把卡里的情形募取出来 不过 你说的这些和我前男友 脱开门锁进我们家的事 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就在于你跟他一样 都以为自己做的万无一时 但实际上 对方早就在暗处掌握了权虚 卡式用我的身份的话 我完全可以随便找个理由 去银行重置密码 这样就能避免他的轨迹得逞 你只知道他的指纹没用 但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你们家 狗鼻子 什么 因为狗的鼻子上有五个吻 同样也能用于指纹解锁 分手后 狗由你们轮流为养 如果对方在不救前 就将狗鼻子录入了系统 他就获得了一把移动钥匙 可以轻易轻易 怪不得他每次来接狗都那么积极 原来是这样啊 他之所以不用自己的质问 可能是怕留下线索 不留线索 想得倒挺美 幸好我之前为了防止狗走丢 在他项圈上画了个摄像头 上面一定拍到了证据 他怎么在这儿 快跑 快报警